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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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让我来负责解说 剩下的三题 那个 第二四题 我不晓得少复制一份头影片了 我不晓得漏了一份头影片了 不过上课应该有讲 principle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应该有吧 那这只是一些简单的回 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回顾 如果我们 要找到 AB连集的大小的话 让我们就是把A 这个set的大小加上B的set的大小 剪掉A与B 这个set的大小 然后如果是三个的话 以此类推就是 先把每一个个人的加起来 然后接下来扣掉 两两组合的 然后再加回三个 如果我们有四个set的话 再剪掉四个组合 加减加减这样下去 做下去 那我们这一题要做就是用 用principle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方式 找到说一到一百中间 有多少数 有二三五七 作为它的 因素 那就我们也是利用 principle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方式 那也就是先把每一个人 个人的size加起来 然后接下来两个两个一组 用减的 然后接下来再用加的回来 这是三个三个一组的 然后再把 四个一组的再剪下去 那这里我 写A X的意思是说 这个是 可以被X整熟的数 所组成的state 那principle of inclusion and inclusion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 二三五七这几个set的大小 然后 二跟三 可被二跟三整熟的就是可以被六整熟的 可被二与五整熟的就是可被十整熟的 可被二三五整熟的就是可以被三十整熟的 等等的 把每个人数的大小给算出来 数出来或是用除的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再套用这个式子 得到说 总共有七十八个 是可被二三五七所整熟的 那 现在我们要找说 不可被二三五七所整熟的 那 当然它 它不是 它不可被整 它不是可被整熟就是不可被整熟 所以我们只 要 把 这一百数字里面 再去掉 可被二三五七整熟的就可以了 所以也就是 也就是 把一百减到七十八 我们就得到我们答案二十二 那 C部分 的话是 就是我们B部分的答案 跟 一到一百里面的 值数的数量 有什么关系 那我 那个一到一百里面 如果我是可被某个数字整熟的话 我一定 我一定可被某个值数整熟嘛 就是二三五七 然后 如果 在这里面我可以被某个人整熟的 一到一百里面我可以被某个人整熟的话 那一定至少有一个是 小 至少有一个是小于等于十的数字可以整熟我嘛 那可以被小于等于十的数字整熟我的话 就是我可被二三五七所整熟 所以 所以 值 我们所有的值数 一到一百里面所有的值数至少有 至少有这些不可被二三五七整熟的人所整熟 但是扣 扣要一个例外是一 它不可被二三五七整熟 二三五七整熟 但是它不是值数 然后 但是在可被二三五七整熟的人里面 二三五七他们自己本身是值数 他们只是可以被他们自己整熟而已 所以我们再把它补回来 所以我们 所以在一到一百里面 值数的数量 其实就是 这二十二个人 但是扣 扣掉 一 然后再加二三五七 这四个人回去 所以总共有二十五个值数 那 这ABC小题大家有问题吗 会不会讲太快 不会讲太快的话 要接下来这一题 非常非常难的 OK 这一题 我们有十本书 照英文字母顺序 在书柜上面排练 但是有一只猴子 猴子很烦人很皮 他把书全部都乱排了一通 结果没有一本书 在原本的位置 那请问说 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少个 那其实这边 这种我们把东西 重新排列之后 没有人在他原本的位置的 这种排列 我们有个特别的名词 我们把它叫做derangement 然后N个数字 N个东西的derangement 我们有个很 也有一个特殊的写法是 我们在N前面 一个写一个惊叹号 N的前面 如果N的后面是 是1乘到N嘛 它在这边是N的前面 那我们有两种方式 可以计算这一节 那我这边就只讲最general case 所以我告诉你们怎么算 算N的derangement 然后至于 至于十个derangement是多少 你们就套一下这个算法 就可以算出来 那这里我介绍两种 一种是用递回的关系 所以你们就可以简单写个程式 然后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或者说用inclusion and exclusion 方法去算 那先介绍一下递回的算法 假如说我们这N本书 的名字叫ABCDEFG 这样一路我们列出来N个 那首先我们要摆A A不能摆在它原本的位置 那我们就 所以A就只在N-1的位置可以选择 那如果我们假设说被N 不信被N站走位置的人是B 或说输 那B它要选什么位置 它又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就是A把B的位置占走了 所以B回头把A的位置占走 或说B又找到一个倒霉鬼C 把C的位置占走了 那如果是第一个状况 B回头把A的位置占走的话 就代表它们两个只是互换的位置 那我们剩下N-2的人 或者是书 剩下N-2本书 并没有受到它们的影响 所以我们接下来再去考虑 剩下N-2的人要怎么排列就好 所以在这个case 我们总共有N-2的derangement 这么多的排法 那第二 的状况就是说 假如说B 没有站走A的位置 就是它站了某人 又站了C的位置的话 那这种类型的话 那B 这种类型其实就是 这种case B不能站A的位置 所以 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子 B不能站走A的位置 然后C也不能摆回它自己原本的位置 D也不能摆回自己的位置 那在这种情况 我们就假装一下A的位置 其实就是B原本的位置 那其实最后 排的方法 其实就还是把剩下N-1的人 做derangement的排法的数量 所以这边 第二种case就是 N-1的derangement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得到这种 递回的关系 N的derangement 等于A 先有N-1的位置选择 在层上 整个刮糊起来 第一个case 第一个case B站回A的位置 所以有N-2的derangement 然后第二个case 有N-1的derangement 第二个case B不站走A的位置 有N-1的derangement 这么数量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你写一个 反正你写个函数 然后把D回call这两个 然后写个base case base case的话应该就是2 因为一个没办法 怎么排都只有自己的位置 然后最后把整个结果乘上N-1 可以得到答案 那第二种算法是用我们上一期 所讨论的inclusion-exclusion 那首先我们来 我们所有正常的排列的方式 有N接种 然后至少有一个人摆错位置的方式 我们先选择摆错的人是哪一个 然后剩下的人任意排列N-1 接种方式 但是在这边我们会重复算 有可能有两个人三个人 甚至更多人选错的时候 发生可能性 所以我们要再回头扣掉 有两个人 选 至少有两个人选错位置的可能性 所以这边就是N取二接乘上 不是N取二 乘上N-2接 然后再加回去 但这边又有重复数三个以上 所以再加回去三个 然后这样子inclusion and inclusion 一加一减的方式 最后我们可以得到这边这个式子 然后再把它简单化简成一个Sigma寫法的话 就是K从0次方开始到N 然后我们有 这一加一减所以我们 一加一减所以是-1的K次方 然后把这个相乘化简之后 我们可以-可以-其实可以得到N接除以K接 那个这一提大家-OK吗 这一提大家-OK吗 有-有问题吗 如果没问题的话 这只好-这只好-这只好玩的 因为M M Mutter volunteer M prise法很像N接嘛 然很像N 其实它们的的确有某种关系 也就是-M的D erangement其实是等于 我们更简单的算法就是N接除上1 然後除上1 自然對數1 然後拔取四捨五入 而當 n 趨近無限的時候 n皆除以 n 的 derangement 會趨近於 1 這只是有趣的東西而已 接下來是老實在上課時 留下來一個小小段題 就是上課時我們有討論過 當我們要有 n 的法碼的時候 我們最多可以組合出 2 的 n 次方 這麼多種的不同的重量 那這次呢 我們法碼 用法碼跟蹭來量東西的方式 我們可以比較聰明一點 我們可以把法碼放在 蹭的左邊或右邊 然後再把我們要測量物體 放在比較輕的那邊 然後等它平衡之後 我們取法碼重量的相差 來得到我們要蹭量的東西的重量 那在這種方法之下 我們如果有 n 個法碼的話 我們有總共最多的測量幾種重量 那這邊我證明總共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這個測量的方式最多 就不會多於3 的 n 次方 測1除以2 所以 分這兩個部分證明完之後 它不會多於3 3 n 次方測1除以2這麼 也不會少於它 所以它一定就是3 n 次方測1除以2 這個大家應該OK吧 那首先為什麼它不會 比3 n 次方測1除以2這麼多 首先我們法碼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左邊或右邊 天平左邊或右邊 或是不把它放在天平上面 那每個法碼都有三種可能性 所以這種排列的方法 至少有3 n 次方 但是我們不能秤 但是如果我們所有人都不放在天平上面的話 我們也不能秤量空氣嗎 所以我們把零克的這個case除掉 所以是得到3 n 次方測1 但是那個我們如果在左邊總共放上s 重量s 右邊總共放在重量y 跟我們在右邊放在重量s 左邊放在重量y 其實我們最後要學的是它的差值 它們差值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邊其實是秤一樣的重量的case 所以會有重複算的情形出現 所以我們還要再把最後結果除以2 所以我們最後得到3 n 次方減1除以2 這是我們用n個法碼時 所能秤最多 用整個測量這麼多種可能性 那接下來就是 但是我們要證明最好的秤法 也不會它可以測量的重量 也不會少於3 n 次方減1除以2 那我們能做的方法就是 我們先列出一種方法 那我們這個方法 我們不知道它是最好還是最爛 但是最好的方法一定至少多於 多於我們給的方法 那我們給的方法有3 n 次方減1除以2 可以測量這麼多種方法 那最好的方法至少也是這麼多 所以這個地方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我們用的方法就是 我們這三個法碼我們選擇 有1克 3克 3平方 3 次方 以此類可以總共到3 n 次方 這麼多種法碼 那舉例來說 如果我們有3個法碼的話 我們就選擇1克 3克跟9克 而3的3次方減1等於26 再除以2等於13 那1 那的確我們這邊1到13 都有幫忙測量 舉例的話 像1克就直接用1克 2克用3減1來湊 然後隨便舉一個 11克就是我們可以用9加3 然後再減1回去 我們這個做法 我們這邊只是一個例子 如果那個 你需要證明說 這個方法成立的時候 你當然不可能說 只給一個Case 然後就說這個OK了 那這個如果是考試的話 一定會被扣分 到底 這個方法要怎麼證明 那個有人想嘗試給答案嗎 有沒有簡單的證明方法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矮 對 那個這邊其實用一個 用一個Industion的 規案法的證明就OK了 那首先就是我們對 法碼數量做規 那所以我們先 BaseCase就是我們只有一個法碼的時候 只有1克 那我們3的一次方式減1是2 然後再數2是等1 所以我們的確有一個1克的法碼 我們可以秤出來1克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 我們假設說 K減1的Case成立的時候 所以就是我們有 1到133平方3的三次方 一路到3的K減2次方的法碼 然後我們可以秤 1到3的K四方減1 減1除以2 這麼多種重量 我們假設說這是可行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證明 我們可以用到3的K四方減1 1到3的K四方減1 這麼多種這些重量的法碼 去減量 我們可以用這些法碼去減量 1克到3的K四方減1除以2 這麼多種重量 那這個證明我只要很簡略 細節 細節的話可能要請大家回去 再想清楚一下 簡單來講這個 我們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第一個部分是3的K四方減1 然後再減1 到它除以 3的K四方減1減1除以2加1 這一段 可以用3的K四方減1這個法碼 然後再把用剩下的法碼 把插值給做出來 然後把我們要的最後的重量插值給補出來 以之前例子來講 我們要量7的話 我們之前是 我們先有9這個法碼可以用 那個是之前三個法碼開始的例子 我們先有9這個法碼可以用 然後我們之前 我們可以用 1 3 湊出2的差值 所以我們在想辦法把3減1 這個東西再減掉 所以也就是說9 然後再把3放在另外一邊 然後再1又放到 這邊負負得證 所以把1又放到9這一邊 所以可以得出7的這個差值 然後至於 然後3的K四方減1這個 我們就直接用3的K四方減1這個法碼 這個重量 然後3的K四方減1以上 一路到我們要量的3的K四方減1除以2 以上我們可以用9 以這邊的Case就是9這個法碼 最重的這個法碼 再加上我們之前想辦法湊出來 用前面幾個法碼能湊出來的差值 把它補上去 然後剩下的部分就是 3的K四方減1 減1除以2 這個之前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inductiveCase已經知道的東西 所以 這樣子我們有所有 這是inductiveCase的部分 我們以此證 我們證明說 我們一路到3的K四方減1除以2 都有辦法湊出來 那最後我們有base case 我們有inductiveCase 我們就得證了 這樣 這一題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或是說今天的作業題目 大家還有問題嗎 還有什麼問題 這樣考試大家有問題嗎 考試有問題嗎 那個 大家應該還記得下禮拜一考試吧 好像有人聽到有人嚇到的聲音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提早2分鐘下課吧 那個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不敢在大家面前問的話 現在來問也沒關係 好 好 好